如果你買房子 你一定要知道三個字 那個叫做 張忠盟 張忠盟加持過 那這個部分就會有機會水準 然後我們怎麼去證明月租金 我跟你講 當年張忠盟就買了這個 西華富邦之後 那一年開始 西華富邦就基本上成為 全台灣的那個頂標 那一年它光是月租金 47.25萬 趕緊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護國神山的造山者 我們的王者 張忠盟前董事長 到底他住在哪裡呢 大家知道他住大直 但其實人家住在大直的豪宅 大直西華富邦 非常厲害 張忠盟在這裡有兩戶房子 一戶呢 這個是他用他公司的名義買的 這裡的住戶非富即貴 不是說你家很有錢 你今天中樂透 明天我可以住進去 不好意思 人家身家調查 這個地方非常嚴謹的 但是呢 我們來看張忠盟前董事長 之前他在夏威夷 有一個度假別墅 但是他把這個房子 賣掉了 好這個海岸別墅呢 他在1.2億給賣掉了 到底呢 我們的這個台積電的創辦人 對於他的房地產的製產 他有什麼樣的理念呢 改問問一下中威姐 我必須要講 住在台灣 你一定要知道兩件事情 買股票 你一定要知道台積電 今天佔上了900塊 現在是盤中一度912 對 那如果你買房子 你一定要知道三個字 那個叫做張忠盟 我跟你講 真的會有機會去加值 那目前為止 我們就看 他目前為止 光是怎麼去證明 他買跟賣的一個房子 你可以看到 他在2009年 大家不要忘記 他當時有一件事情 是他在竹北 至於你還記得嗎 他那時候這個 曾經有一張照片 流傳非常風險 那段時間 因為張忠盟他回國的時候 他要去趕那個高 上班 火車 對 他是不是在區間車裡面 跟一個高中生 還在那邊讀書 你還記不得那張照片 我跟你講 就在那個附近 他當時那個夫人 張淑芬幫他買了個房子 你看他張職的程度 2009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買 大概就是冷霸瓶 那2018 因為他卸任 卸任那時候就是把 他在竹北那個房子 那個高級豪宅賣掉 當時他是用3600萬賣出 當時是股價 那個房價比較低迷的時候 你知道嗎 2021年 在三年左右 幫他 當時去買了張忠盟 這三個字的屋主 他轉手一賣 將近一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張忠盟這三個字 基本上就代表增值 而且不是只有 他在賣房子的時候 連買 我跟你講 連月租金都會遲遲往上升 你可以看到 張忠盟現在大家都知道 他住在哪裡 其實是住在那個西華富邦 好山好水 尤其是第一排的那個河景 非常的壯觀 那他住在20層樓 這不是我們刻意要講 而是本來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不是我刻意要講 那他是那時候 2018年退休之後 就在台北 我們那個大職這個豪宅買 我跟你講 這個初入五百丁 這跟他當鄰居的 有誰你聽清楚了 就是這個富邦的蔡家 蔡家 還有誰呢 像是印尼的紡織大王的孫子 金孫 那還有像是萬豪酒店 劉家 苗家 萬豪酒店就開在這個 新華富邦隔壁 對 基本上你看 有金融有科技 那你看他是樓上42層 我如果去萬豪飯店吃飯的話 我可以偷看望遠鏡看20樓嗎 對 因為他就是飯店是管理 所以你基本上 他就享受那個飯店式的 那個優惑待遇 然後樓地板面 往上大概42層 你知道其實樓層越高 代表你越富有 所以你知道這個就掀起了個風 就是說如果這個造成什麼 大家都想看張宗摩 而且是個風水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所以你知道他在 就是在這個2021年前後 他又再買了 這個就是四樓有在增加 再買了一戶 所以他買了兩個戶在這裡 但是據說 其實夫妻兩個嘛 他其實不需要住那麼大 據說那個四樓是拿來幹嘛 因為張淑芬女士 她是很喜歡畫畫 所以打算 她其實用張宗摩家族 這個尾遺 藝術這樣子來去買 那當時去買 這個就在那個地方買 他是以後大概會做藝術畫廊 不過重點是什麼 張宗摩加持過 那這個部分就會有積極的水準 我們怎麼去證明月租金 我已經講 當年張宗摩就買了 這個西華富邦之後 那一年開始 西華富邦就基本上成為 全台灣的那個頂標 那一年他光是月租金 47.25萬 這個代表什麼 你知道當年 這個全台灣很多的員工 一般的薪資 中位數是50萬 你知道他的月租金 一年幾乎就是底上一個人 一般牢 他一個月的月租金要47萬 一個月的租金 所以一般的小市民賺一年 付他的一個月租金 但是當然 後來江山帶有財人出 大家都知道文華院 還有奇美普鎮 一直把它墊高 所以月租金現在最高的 其實是 這個所謂的奇美普鎮 沒有沒有 他來到60萬 真的嗎 對 現在是全台灣最貴 但是你要算一坪 一坪還是新華富邦最貴 所以你知道投資報酬率 其實有些時候不一定 因為你要看他的成本 對 所以但不論怎麼樣 張總謀三個字是不是 孔金 就是這邊證明 但是張總謀也 後來他把他的 夏威夷的一個豪宅賣掉 大家都還有印象 幾年前到2017年 有一次傳出他跌倒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夏威夷的豪宅 他當時就在那個地方 震驚全台灣 他在夏威夷跌倒 對 所以後來你看 熬了好幾年 2017到現在 你看現在最近的事情 才賣掉 那難怪再不要去賣掉 對 但你知道 其實後來他們有再去 度過了42天假期 可是你知道嗎 好山好水 好無聊 這壯觀的海景 裡面只有住張總謀 跟張淑芬 還有管家一個 幾乎沒有 沒有聲 外面完全沒有什麼聲音 而且沒有網路 日子怎麼過 所以我只能說 張總謀把他賣掉也是對的 因為他證明什麼 愛台灣 愛台積 而且還愛他的郊妻 對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就是張總謀董事長 現在的豪宅 跟他的房地產 這個以往 到底他怎麼跟買賣法 給大家來看看熱鬧了 哈哈